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時間就清晨 如果是英國時間就這麼深夜了 等一下就有Live 會員辦就年費72英鎊 80元歐元 130元價值或者840元澳幣 這個是講戰爭的 有些人就不明白為什麼歐洲正在做戰爭準備 有一個叫軍蠻 叫做劉晶 他真的是軍蠻 蕭先生就是好人 就播回 當年王子華訪問隔壁 就看著劉晶影響有外觀瞻的 其實不如找人用AI變州劉晶再播就算 有些人就恩將受報的 劉晶就是這種人 那麽呢 就 哇 如果真的打著 在台灣的蕭先生 和在德國的黃世宅 一定會立即躲回英國 我把這個戰斧群航導彈 去講Royal Navy的版本 都要知道 英國怎麼會安全 這個真的不認識英國的 這個真的是軍蠻 這個一講就知道是軍蠻 如果我想有少少歐洲嘗試都知道 即使在二次大戰 只有一個國家 是完全勉於戰緣的 是歐洲來的 歐陸 就算西班牙是二次大戰 沒有戰緣 但是之前已經打到西班牙的戰 打到殘殺 那個叫瑞士 瑞士是一向都不怕的 希特埃入侵都想過的 打直入打橫出的 當然現階段的瑞士是怎樣看的 我不知道 OK 所以現在就去英國和德國是沒有分別的 OK 純粹就 純粹就看戲 而且北約是一個防衛看戲的 你覺得英國和德國在防衛看戲上是完全沒有關係 不是的 隨著現代武器的進步 防衛重心是不同的 為什麼倫敦條約 1839年的倫敦條約對英國這麼重要 比利時的中壓為什麼對英國這麼重要 因為 差不多如果比利時和韓國失守的話 比利時和韓國失守 倫敦的安全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那時候還沒有V-2火箭的年代 現在到了導彈和火箭的年代 你說英國的防衛重心 其實是去到波蘭 如果波蘭 烏克蘭一帝不安全的話 英國就不會講得上安全 所以為什麼 是 會 戰爭是怎麼提起的 所以有些人 這一閘某程度上 就是這些 假裝軍事 L的這些垃圾 這些垃圾 拋眼腳 OK 一天到黑 為什麼周圍背景的人 因為沒有討論嘛 周圍背景的人 為什麼就拋一些有錢 做一些壞事 OK 很多的已經是Defamation 老實講 他們 在公開場合說的事情 已經不是最難聽了 他們私底下說的更難聽 你總是覺得這些人 你拳頭都按起來了 就是 我想有些平衡界 平衡界真是很大垃圾 我覺得 這個就是我順便講一講 這些問題 喏 因為我說歐洲都準備準備準備了一個全面戰爭 其實這個都看美國 當然這個都會迫 德國捐金牛座 就是有傳 習遠司機就想問 美國呢 批准用戰斧巡航導彈 射進去俄羅斯 如果戰斧巡航導彈 就不用說的 就是全面 就像海灣戰爭那樣的打法 是嗎 戰斧巡航導彈 不一定要美國提供的 你看到這支 你記得這支 你記得上次海灣戰爭 基本上 皇家海軍有 而且 而且 戰斧巡航導彈 戰斧巡航導彈 都有一批舊的貨 其實 其實是OK的 戰斧巡航導彈 就是 對美國來講 在英國來講 捐戰斧巡航導彈 又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因為它1972年開發 一個830年服役 OK 都很有一份歷史 OK 因為它已經生產了40年 這個導彈 40年 40多年 你開發已經用了40多年 很久 很久很久 已經是很久很久的導彈 所以 但是當然 你玩到戰斧 就很明顯是一個 代表戰爭的 一個新的開始 其實有很多跌 當然 你可以說 因為其實 戰斧巡航導彈 它現在用哪幾個國家 其實要捐都一定捐到 美國 美國有很多 OK 美國海洋空殺軍 黃家海軍 黃家海軍 黃家海軍是有不少存貨的 澳洲海軍 日本 然後 然後 就是 荷蘭海軍 所以 應該荷蘭和英國會捐的 都會捐的 我實在說 你那些 就是 荷蘭就應該遲 應該會遲一點 因為荷蘭真的對買的 黃家海軍 都用了很久 黃家海軍 黃家海軍 95年 所以基本上 應該是最大的可能 是英國捐贏的原因 當然 C幾年政府 大家沒有期望 一回事 加拿大 德國 都有可能是 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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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有可能 OK 甚至 如果 烏克蘭也是 應該是 李懲碑 連戰斧也 玩得出戰斧 我們玩得出戰斧 戰士 你都遇到全民升級的 你都遇到歐洲會要開戰 你知道嗎 你歐洲要開戰 是不是 立刻 立刻去瑞士 瑞士 誰有這麼多位給你 瑞士都不一定會怕免於戰火 現在不一定 很難說 這些都要說 這些 你要說哪些地方避到的 不如拿一些上色來講 我就是這樣 就是 他應該會用 戰斧來飛 如果真的會出現戰斧 我美國也有自己的看法 如果可以向烏克蘭提供戰斧的話 他的案例 就是 向台灣提供戰斧巡航導彈 應該沒問題的 那屆時 如果台灣沒有裝戰斧巡航導彈 都很正常 就是 他說 哇 台灣戰斧 很多人玩戰斧 逼到中國 逼到白卡蘋 逼到白卡蘋 當然 就是 這個消息 隨時是怎樣 隨時當特朗普都敢做 OK 如果戰斧有人買也可以 甚至歐洲國家 替烏克蘭買戰斧 給錢的話 隨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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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買美國要清潔的存貨都沒有問題 你給錢也可以 沒有問題的 我當特朗普沒有問題 當特朗普沒有大家想像 跟普京這麼友善的 這個真是傻 但是你去到烏克蘭 想要戰斧 都沒有問過澳洲盟友的意見 實問過 其實歐洲準備戰爭了一段時間 其實 我為什麼說歐洲準備戰爭了一段時間 現在英軍的將領都說 大家要準備好戰爭 北歐或者 北歐國家其實很多都已經有民防搜查 其實講了幾年 其實這裡也講過 甚至我這裡也講過會打仗的 什麼 草水草糧那些 我也講過 其實香港也應該這樣做 這裡經常講什麼草水草糧的流程 那些又衝出來 哪一輩子呢 我這個突然間 我就把這條 這條人渣 這個脂肪人渣 那些貿易 抓出來 所以我說日本研究 是真的撿了它 我也是 應該撿了它 你不為明 你會請來這些人 真的 你真的有負 你作為一個學者的身份 你人渣都不如 真的 戰爭 北歐來講 遇了幾年 其實都遇了 你入侵了 很困難 What is the next 你俄斯那種東西 你不知道 其實俄羅斯 一直都有帝國夢的 因為瑞典之前 之前 他大北方戰爭失敗之後 他沒有了分眼 他就 他就 跟著 他一直都行一個所謂 武裝中鴨政策 他的軍事水平是很高的 但是 他一直都 是用一個中鴨國的身份 現身的 那 他的武裝中鴨和側在哪裡 沒事的 他 對 對這個 對瑞典來說 他本來就是 如果我 擺出一個 不會開戰的姿態 那 你俄國不會 來挑機 但是 原來發現 不是的 烏克蘭戰爭 正常是不是的 所以 烏克蘭戰爭 入北約而已 芬蘭戰爭 真的沒有辦法 你入北約也不行 歐洲的集體防衛 敵人只剩下一個就是俄屍 一個 還是在做帝國夢 而且 在開始 遠離歐洲主角價值的螺絲 好 很少基督教國家變成這樣 就算是東正教也好 東正教和基督生教和天主教有不同 都不會搞到價值 相信他那麼遠 但是現實就不是的 普京另一隻 已經變成另一隻人 我想 那時候 前蘇聯現代 都不會那麼瘋 前蘇聯有些事情都有底線 蘇聯那隻已經是很惡劣的 蘇聯那班 但是蘇聯那班 始終有一部分 馬克思主義者 有一些是真的 有些事情都是真的 蘇聯瓦解的原因 就是因為 因為蘇聯的體制真的有 有一部份 就是可以給他自我瓦解的 公民自決是一個權利的 他真的 憲法 那時候沒有人執行過 但是 他那樣的牛油 寫了在這裏 那個條款 就變成後來 蘇聯瓦解的原因 因為 這件事 他就覺得 他要寫的是真心的 他真的給人的感覺是真心的 他也要某個程度上 在史大林那時候 才把蘇聯 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帝國 列寧本來不是打算 搞事 所以那些列寧 那時候就有得 你分錢 你離開就離開 那時候波羅的海三國 也不是一開始是蘇聯的 波羅的海三國 是後來被蘇聯吃了我肚 後來的事 本來不屬於蘇聯 本來是獨立的 這些是很清楚的 你想一下那個歐洲 歐洲其實知道你俄斯變成了之後 就已經準備好 尤其是那些輪流國家 德國那些準備好都遲 德國英國的準備好都遲 德國的準備好都不夠多 因為那些人的意識不夠強 不夠強 不夠強 沒有意識到 那麼大的問題 但是我想都會慢慢 都會開始意識到 這個問題是大的 但是德國還有些人 會覺得是想僥倖 想避戰的 德國仍然有這樣的想法 有些人都會心算協議的 因為完全爭氣不想打 好的 左膠吧 但是如果你是右派的人 根本不會有任何幻想法 不會打 你不會的 打是必然的 你不能不打 沒有可能 即是預了世界大戰 如果真的要避世界大戰 你不會去英國的 當然英國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英國的防禦力肯定是好一點的 防禦力是好一點的 但是會不會完全避得過戰爭 基本上就是 除非你搬去深山野 如果想完全和戰爭無關 你衝進去瑞士 你說 蕭先生 王先生怕死 會衝進瑞士 你這樣就說 這個人怕死 你或者有這個結論 或者是未必 但是我告訴你 瑞士是行兵逆制的 全民皆兵的瑞士 瑞士的綜合 是建基於所有人 所有藍丁都是拿槍的 瑞士是美國以外槍械最好的國家 但是當然它不會有什麼槍械反眼的問題 因為瑞士 你拿槍 我只能亂來 你是軍發的 軍發處置 你想清楚 瑞士是有槍沒有子彈 子彈是足夠你 每年 復立你的槍械要求 你的槍械要求 如果你要再精進你的槍法 就麻煩你入槍會 槍會有很多人都可以寫 或者槍會有活動 德國有些人都很喜歡入瑞士 加入槍會 燒槍 槍會 不是只是固定把 有些飛把 甚至打 有些飛把 很多種 很多不同類型的活動 瑞士有它的槍械文化 很鞏固的槍械文化 但是不會 又會變成好像美國那種情況 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 人人有槍是沒有問題的 差點是怎樣去管理那件事 這個就是民族自主 就是你全民公投直接民主 跟你全民的嘉賓應該是一致的 整件事是一樣的 有多少權力就有多少責任 認真 現在的 在歐洲 大家就很不介意說 prepare戰爭 因為我難得 你越講怎樣prepare戰爭 OK 對方越不敢打 就是 就像 希特加為什麼 15-16 當年打瑞士15-16 他不 所以他不單止因為 紀委那個阿爾卑斯山地形 喂 說真的 意大利沒有阿爾卑斯山天險 防守嗎? 奧地利沒有阿爾卑斯山天險嗎? 法國沒有阿爾卑斯山天險嗎? 不是啊 是不是啊 不是啊 奧地利就是 因為 被自己有出賣 現在台灣最怕的就是這種 有多少天險都沒有用 是被自己有出賣 就是這件事 奧地利就是 被政壇裡面的人出賣 首先有自己 奧地利本身原生的法西斯主義 二大交界最後也變成了 就是納粹黨有多可誠 其實為什麼奧地利被登聘 沒有人幫奧地利說話 那時候奧地利已經是直獨台政體的嘛 那時候你也不是民主政體的狗咬狗的嘛 說過華知里 是這樣的嘛 而且有些人真的會去歡迎希特加進來的 當然真的有 有些人真的去做納粹黨 北歐都有的 你不同 如果你是民主政體 你被 被 出賣 就好像捷克那樣 他是民主政體來的 你被張白倫出賣 張白倫就變成千古罪人了 現在看司機員會變成第二個張白倫 他很有可能性的 告訴你 但是你說 你說 但是你說 如果你 天險 奧地利就是他自己搞定自己 然後你說 如果他準備好就不夠 不然很容易喊 我不知道 法國就是沒有 當年就是沒有 怎麼說 他準備好就很愚蠢 不然其實全部都追上兵 在馬旗的房間 你知道 瑞士就是 我知道你希特埃會進來 已經選定一個武裝部隊指揮 因為是中將 因為瑞士一般來說 是戰時才會有中將 最高校長軍下 他就升了個中將 國會升的 要 國會升了個中將 接著怎麼樣 希特埃還沒完成 沒開始入侵波� 瑞士已經很準備好 你放馬過來 瑞士都做了情報的 他知道你下面 山腳下面的那些德國在做什麼 都是講德文的 瑞士都是W國家 他就要故意的 他故意的 總指揮是講法語的 他故意的 他故意的 你放馬過來 你有種的 打直入打橫出 所以希特埃還想到很快 你越好準備 他知道你越惡打 所以越惡打 所以你現在就是怎麼樣 你民眾 好準備 他就是不讓你說 所以為什麼老共 經常打擊黑洪學院 你明白 如果我全民都好準備 在戰爭 你猜會有人真的敢打 不會的 全民好準備 戰爭的話 就不會打的 或者你打的時候 一定要想清楚 如果我一字排開 所有的國家都已經做了 民防準備 民眾 由上準備 什麼都已經有準備 普京都想清楚 你進去打 你會出的代價 最高的是北約成員 你付出代價 遠比入侵烏克蘭大很多 你是不是真的發貨 玩一下 就這麼簡單 你不可以把民防 的問題變成 Fly Cup The first rule of the Fly Cup 就是 You don't talk about the Fly Cup OK Please don't talk to Fly Cup 你不可以說Fly Cup OK Fly Cup 第一條原則就是 不要說Fly Cup 第二條原則就是 不要說Fly Cup OK 他應該有人覺得 大哥 你現在 你現在怎麼當 什麼 民防是Fly Cup 不准說的 如果 但是問題就是 別棄這些人 就是你一個 啊 什麼粗水粗牙 小心戰爭 接著就馬上衝出來 有一堆牛正的鴨匙都衝出來 或者公安母L 就馬上衝出來 說什麼什麼 幾人休天啊 這不是共產黨邪惡 所以我經常說 我扮黃的人是最可恥的那些 那些是最應該我出來 我出來示眾的 那些是要加倍奉還的 那些是給 李梓敬、屈穎儀等 那些人渣 再醉加一等 你明白 曹卿誠說 黑熊學院那些 為什麼這麼受公喜 就是因為如果台灣全民武備的話 全民武裝的話 中國入侵台灣的成本 是非常之高岩的 就是你已經對著一群有兵役的民眾 還要有一群人 那個防禦息這麼高的話 你士氣這件事 就是這次美國都 本來都以為烏克蘭頂不了一千人的 其實我告訴你 對美國來說 為什麼美國還願意兼武器 歐洲還願意兼武器 烏克蘭的表現 超乎美國以至北約盟國的預期 沒有人計過就是抵抗意志這樣的因素 你沒有人想著習年斯基 就像阿富汗的總統那樣三天就走 現在習年斯基頂了一千天啊 大哥 你說他堅定還是普京堅定 我說肯定是習年斯基 你又說 為什麼習年斯基堅定 喂大哥 普京是KGB背景 他本來support我們就預計 他有這個生命質素 他也不是預計得好 習年斯基文人演員出身 他有這個質素就另一回事 和他打了一千天啊 一千天啊 所以你說習年斯基會想連任總統 當然不想啊 打到傻子 我覺得他給他打多一兩年已經很爽 他已經很爽 但是現階段在我這樣的威脅下 不知道怎麼把政權交給下一個 是這樣的 要搞選舉也有難度 這是一個問題 其實我可以說 有準備是好的 沒有準備才是最大的 你有準備 那你 繼續 你有準備 沒有問題的 你有準備 你有準備的話 他知道你指引而退 那以戰逼和 指哥為武 但是如果你沒有準備的話 好像台灣 現在我看是準備不夠 但是你不是說 飛核家園不要 飛核家園要 因為你核燃料也有問題的 你核電廠是危險目標來的 就是有些國民黨的說話 真是反過來說 你真的要說銀城 是非核家園 但是非核家園是以風電和太陽鏈電 廣泛的應用 你見到國民黨的人 就阻止什麼風電和太陽鏈電 就暗嘆了別人 所以這幫國民黨出現 不能夠 應該拿了填海的 你明白嗎 國民黨也沒有好人 我發現中國人 總之是那些 舊一脫中國人的 富爛因子 真的很噁心 真的 沒有一個好人 舊一脫華人 你台灣 我覺得 Wall Preparation 不夠 其實應該有民防手策衣 一組就要準備 所有的東西要準備 那些什麼小草 那些什麼民民中黨 那些很多是五毛 是真的熱五毛 我看到那些幫王國昌推的 那些Youtube 那些垃圾 那些真是扔出去 那些真是 王國昌都好捧 真的 你回去刨敲 王國昌 和王英文 和王英國昌 都是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拿垃圾 很偉多 這些刨敲式勵君子 我發現很偉多 所以我就這樣看 我覺得 我覺得英國 就算準備戰爭 都並不為無 但是我覺得 英國有自己的防衛能力 英國要在戰爭之下 生存容易很多 香港 又不讓他們說 戰爭準備 又沒有準備 政府就會出賣人民 你這樣欺負 然後香港這樣的囚脈環境 戰爭之後會繼續比賽 你自己這樣 你不要當 當有人把戰爭防備 我以此笑 或者當輝級這樣說 那些人到底是什麼人品質 你自己這樣 所以我說 那些人沒有過好人 你說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多干擾 眼藏行動 你應該明白 共產黨就是最早這些 這些是癌細胞 社會的癌細胞 左癌是一種癌 OK 這群熱癌 又是另一種癌 好了 這一集我講到這裡 那麼 等Live再見 會員班